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看看照片 邱老师 可以看看照片 我们给大家看 头一张 这个是一天拍北京 你知道吗 北京没法救了 到现在 这个雾霾天气 你就没法活了 这怎么办 这个就是晚霞 今日晚霞 这就是 出了太阳 这北京也是万岛霞光 再看下边 这个就是陈静霞 说把他关到了太平间里 然后他自己写 写 我告饶了 我告饶了 上面是党啊 我亲爱的妈妈 上面还写的党啊 亲爱的妈妈 放过我吧 放过我 再看下边 这是陈静霞 这个一春呢 东北的这么一个地方 一春是他们那个 他是所属的那个区啊 叫带领区 你知道现在一春是带领区 这几天 我认为全区的干部 领导干部 头等的大事 就是陈静霞事件 光是工作组啊 四五个工作组 派到北京 哎呦 就是又给他找儿子 又给他弄这个 又给他弄这个 又给弄这个 哎呦 就是完全现在 陈静霞事件 成了这个区啊 头等大事 而且现在啊 这个也调查清楚了 这个陈静霞 是被劳动教养 出来以后呢 就给关到这个福利院 就是因为当地的领导 就说呢 说这个他家里人 不接回他 但是他家里人否认了 说没让我们接 说就直接把他 说四个这个人啊 这个环卫处的人 看着他 看着他 然后呢 就附近就是什么医院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 这就是涉嫌非法拘禁吧 你能把一个人 一直关在这儿 如果他真是有什么病 他在 他双腿 他说他在被这个 这个劳教期间 双腿瘫痪 对 很容易认为是被打的 对 但是也有可能不一定 因为记者问这个陈静霞 说怎么打的 这陈静霞也说不太清楚 只是说呀 好像有报道说啊 他出过一次车祸 出车祸 这个腰上打过那个钢板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是下身瘫痪 但是反正呢 但是他这个瘫痪呢 是在劳教期间瘫痪 这点是可以确认 对 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 因为他被 后来劳教出来 不是直接送到太平间吗 送到医院太平间 在那里面又待了两年 你任何一个正常人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被这样的非法监禁两年 你现在出来那个精神状态表现 说话都会有点奇怪吧 这个啊 你知道我现在就可以真的推荐 大家可以看一本书 真的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刘庆云写的那个小说 叫我是潘金莲 你知道吗 他做过咱们节目 为什么呢 我看了这个陈庆霞这个事件 包括最近一系列这种上访的拦截 结访的事件 我就想起他写的这个小说 他写这个小说啊 这个实际时代就是写这个一个上访的女的 这个小说实际上啊 绕来绕去是说一个什么事啊 就中国现在也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本来是这件事吧 最后弄着弄着啊 就变成了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很多这个上访来拦截 到最后几十年打官司 就像陈庆霞很典型 最早呢 是因为他老公是把行为 说是拆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栏杆 给这个关起来 最早是老公跟邻居发生纠纷 行为不正常 被诊断为什么新阴性的什么什么 咱也不正常 就是说不知道什么了 好 那么为了给他老公讨这个公道 他就去一次一次的去上访 然后上访不叫拦截上访吗 可是你看 你在拦截过程中 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个事情 他跟他的儿子走失了 把他儿子送上汽车 他在汽车下边 从此他儿子12岁的儿子没有了 于是呢 上访的目的又变成了为我的儿子 就找我的儿子 你们要负责 你们把我儿子弄丢了 好 然后老这么弄之后呢 他自己又被劳动教养 他又涉嫌什么违反 什么社会秩序吧等等 你知道吗 然后到现在呢 把他关到太平间 然后他现在再去申诉 为的理由又变成了 你是非法拘禁 你知道吗 这个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多 因为到最后弄的到最后全国上下震惊的事情 已经跟他最当初上访的那个事啊 相比之下那是个太小的事 而且已经完全无关了 而且现在呢 大家还针对一个事呢 就是因为当地的领导干部还出来解释 说为什么把他关在太平间呢 是出于人道关怀 你听过这讲吗 人道关怀 所以这整件事啊 你刚刚分析这个链条很对 就是说他其实原来 他为什么要上访的目的 跟今天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 已经完全不相干了 越滚越大 一个事件引出另一个事件 但这个事件的每一次的引出一个旁枝的新事件 你都可以看到 那本来就是一个问题 可以好好的妥善的 合理合法解决的一个机会 每次都没有 每次都只是变得更恶劣 然后你这里面就看到 其实这类同样的故事 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啊 过去几年这类由上访 慢慢变成一连串的恶性事件 这种故事太多了 他都有个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 每一回在他能够得到最好的方法处理的时候 他偏偏都变成了更恶劣的状态 那是为什么呢 这边就看到很多这些地方政府 在做一些事的时候啊 他简直有一些惯性 他那个惯性就比如说 你去上访吧 上访他本能的惯性 我先解访你 而解访的手段呢 就是简单粗糙 就是我不管你那儿子跟你是不是会跟丢 或怎么样 我反正把这个事搞不停了 人都弄回去就好了 他是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在第一现场 把这个事终止掉就完了 我问一句外行话 为什么一定要解访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上访多是 他政绩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双方的双向的 本来呢 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理由 就是如果你上访上多了 那会影响地方的政绩 地方的形象 这肯定的 所以他绝对有要解访的动机 但另一方面很奇怪 就是那个被上访的上级单位啊 他当地的公安啊干警啊有时候呢 被人认为有时候也默许这种解访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真的不解访的话 我这里的社会治安没法保证 一确 你去过那些上访车没有 你在北京我去看过一回 哇你 这人山人海那个盛况 这你觉得这个在信访办啊 这钱都变成全国最热闹的菜场一样 这是维稳 维稳工作的一部分啊 这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认为这个上访的太多了呀 影响社会稳定吧 所以才才有维稳嘛 但是人家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这个专家 就是指出这个问题 就说恐怕呀 你老弄这个维稳 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这个例子啊 你好多事啊 本身就是这个维稳弄出来的 如果你如果是一个法治 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 如果所有的事情 法治充分健全的情况下 就没有就不需要拦截上访 甚至就没有上访这回事了 对 他为什么要上访呢 你知道甚至还有 你这问题还有一个复杂的情况 是什么呢 比如说啊 有一个叫堂会的 你知道吗 好像这堂会是哪 他也是这个事啊 好 他11岁的女儿 女儿11岁的时候 就被人骗去 卖淫 四个人轮奸 他的11岁的女儿啊 然后就是性病至今 没有好 他女儿现在17岁了 然后一个月里卖淫一百多次 好 这个妈妈 你想这个妈妈是个什么心情 这个妈妈到最后无数次的上网 在大雪地里跪八个小时 说这些人从主犯到从犯 全得枪毙 就是我要他们都死 好 最后呢 这个法庭判呢 比如说主犯几个判了死刑 有几个判了无期徒刑 还有几个可能判了个有期徒刑 这个妈妈不干 这个妈妈说全都得死刑 好 就弄弄弄弄弄 最后一直闹下去的话呀 这个妈妈被劳动教养了 后来被很多正义的这个记者呀 或者什么什么呼吁怎么怎么着 那边你也承认错误 放出来 放出来 然后这个事 你看又变成另一件事了 就是说 你劳动教养我 你不对 然后我向你申诉的是索要国家赔偿 你干嘛 你劳动教养我呀 甚至于闹了这么多年 他妈妈 现在也在人们的劝说下 有点这个缓和了 说我们家的生活已经败坏的一塌糊涂了 而且他说我也知道 国家现在司法 也讲这个人道主义什么的 就一般不可能说全部 随便死刑 都是死刑 他说我也现在想 我不一定在为了这个事 闹下去 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有些专家就讲什么 甚至有些个情况是什么 法院判决没有问题 可是呢 因为你这个这个拦截上访之后 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 不闹不解决 他就觉得哪怕你最高法院判了怎么样 只要我有本事 我上访到人民大会堂去 说不定 人大 上级连走就能把我这案子都扭转过来 对 你说这个史的问题就更复杂了 因为上访在中国本来就很奇怪 上访有点像是过去我们看戏里头 包金片 对不对 在这个雷骨鸣冤啊 然后呢 而且上访他有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就地方官都很坏 对 这地方那个什么老县太爷欺负咱小老百姓 但是皇上天子不知道 我要让他知道底下我们这些人受苦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假设 那本来这个信访制度呢 所以有一点其实对国家是有利的 就是说他其实某程度上就说明了 就老百姓对中央政策 是信任的 他是有一个信任的前提 我才来上访 对 那但是你闹着闹着 如果在这个信访过程中 不断的拦截 不断的主压的话呢 就在打击这种信任关系 所以他是有这种问题的存在 那但是问题是信访制度本身 其实就不合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信访制度本身 刚才我说那种假设本身就不对 那么假设是非常封建 对 非常人质的 就像你讲的 就是说我如果你最高法院判了怎么样 按照中国的宪法 是人大常委 对 是可以有权在解释的 对 对不对 那我去人大 人民大会堂再去 而且党是为我们民众做主的 对 还有一种官民关系 党跟群众的关系 这么一个政治伦理关系 没错 就是我觉得不正义的话呢 这个正义 这所谓正义的感觉 而不是由法律来决定 中国传统伦理里边 你一问天子 你是皇帝啊 你违反天意 我都可以来反你 所以他从这么个角度来申诉 哇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咱们去广告再复杂吧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斯特东方运黄牌大放送 1943年2月2日 持续六个多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演齐西谷 这场近代史上最血腥的战斗 扭转了二次大战的格局 把希特勒推向坟墓 70年之后 死里逃生的德国士兵 向世人揭秘 福尔加河畔 那段无法忘记的历史 战败者的记录 斯大林格勒战役 70周年纪念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新世代青睐 行动开始 他这个准确的说啊 现在记者去调查 他是这个带领区职工医院 那个太平间嘛 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在太平间 是废弃的 以前曾经做过太平间 但是后来可能又做过办公室 做过其他的用途 反正你也是把人 关在这么一个地方 对 那徐老师怎么说 好像是一个现实版的 秋菊打官司 而且他里边一句说法 也是很相似 他说要给我个说法 就是他们是求一个 求一个说法 求一个一个正义 我很好奇这个事情 怎么会引起传媒注意的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 是很多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 引起这么大的风向 有记者去采访发现 然后去 其实很多这种事情 而且很多记者也会问 一些有关官员 我觉得这回的 导火先去 刚才我讲那句 主要是当地医生 那个官员那句话 惹起了公众议论 太平间又是人文关怀 对 他说把它关起来 是人文关怀 事实后来他们说是 太平间是旁边一间 这间是兵役中心的一个办公室 以前曾经 官员是 以前曾经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你把一个人 关在太平街 领导还说是人文关怀 使得这件事情 没错 传媒上迅速的传播 微博上开始骂 对 迅速的传播 所以才被注意到 所以你看这个事 这个事就是 正义里头 还有一种非正义 我就觉得现在中国 这个事弄的 就有点有意思了 包括咱们那天讲赵红霞 我为什么说讲双霞齐飞 就是你现在告状的人 得有一种 我们的本事 我们做媒体的人的本事 就是说 想什么办法 能够划重 咱不要说取宠 能划重才行 于是你看 那个爆料人朱瑞峰 他总结的业务经验是 这个里头得有性 跟狗仔队明白的道理 差不多 你知道吗 就是说吸引人的注意 必须要有性 好 我要举报一探官 怎么着 我也得给他贴上点生活作风问题 只有这样能引起关注 真是符合今天的网络生态 点击率就代表正义 没错 有点击率 你的冤屈才能被人注意 而你怎么样争取点击率呢 这里边 你知道现在有专门干这个的 就是有冤吧 到我这来 我帮你 我起的这个标题 这里边有很多种技术 我这个标题 怎么能在网上 让所有人都注意到 就像你看 咱们刚才都总结了 太平间 人文关怀 我觉得新闻系可以讲这个课 你看这一下 你就能成为一个兴趣点 或者义愤点 可是这里面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 就有几个地方 你看得出我们现在这整个制度 你真的是再不动它 再不改不行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虽然这方面很聪明 但另一方面 他又显得很笨拙 就是这种官员说话 我觉得这些官员的 自我学习能力很糟 你想过去几年 我们听过多少 从躲猫猫开始 一直到现在 人文关怀 这你说出来 是全天下都会笑话的话 但他们就能说出来 你在想这些 他平常在干什么 他的业务学习能力 比如说怎么样应对记者 这还是新闻发言人讲的话 你的公关能力 你平常是怎么训练 怎么操作的呢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刘振云写这个小说 其实他也写出了一个复杂性 他就写最后 其实他写问题的另一面是什么 因为这个所谓被人称为潘金莲的 这个女的几十年的这个告状 他从当地弄的 他这个当地从县到市甚至到省 所有的官员有责任的没责任的 莫名其妙的全被换了一茬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时说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领导说 这个女的都闹到我办公室了 你们去处理一下 好底下的人就如奉圣旨 赶快就去做工作 到最后你知道吗 就不敢得罪他 然后他要有本事闹到 比如说开两会的时候 闹到人民大会堂了 好家伙 这小说里写的 好家伙 你这当地这一茬干部 全部撤职 就是这样的 先别说这女的对还是不对 你这出了这么一个事 给这个这个这个大会 造成了这么恶劣的影响 你从地区到到村里 这撸一个遍 所以莫名其妙一堆人就丢了官 怪不得要结访 怪不得中间要把那个 去告状的人要结回来 就告状文化 这个在香港都看得到 内地来的老师 一碰到不公平的事情 就网上告状 香港的老师 就只在程序上 我下次弄得好一点 他没有这个网上告状的 这个习惯 是吗 同数也是嘛 比如说我们坐飞机 在香港搭飞机里 有这个经验 通常是比如说 飞机误点了 或者怎么样 然后那义乘客会来说 要告这个航空公司 要告机场 这种事特别多 没错 你看我在凤华香港公司 对吧 我有意见 我直接 我喜欢跟老板告状 让我们重来 我有意见 我也不会去跟校长说 但是我们这 有的同事 这真的是文化 这有合理 有不合理 对 这真是文化 跟老板告状很有用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 及时资讯 五大平台 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 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友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 也会说好 为您提供 全球名酒珍品 华智酒行 尽受针酒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心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所以徐老师讲 这告状成文化 也真的有意思 我还是相信 偶然性后面是有必然性 他这个太平间人文关怀 在传媒上这个字眼 引起大家注意 这个人 曾庆侠 来引起大家注意 是有偶然性 但是全中国 普遍存在的这种 弱势民众 被地方官员 这个 这个政治 经济 跟法律 不分的 这种压迫 这个是大家 共鸣 对这个事情 关注的普遍的基础 我觉得美国的方法是 你打官司 如果这件官司 算这个事情 定下来无罪的话 同一个罪名 是不能再审的 所以在 他们是没办法 就是你要上诉 还得通过别的 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我们中国 现在没法这样用 因为现在 在我看来 尤其是到了乡村基层的 这一层 司法完全是不独立的 对不对 你得罪了当地的一个 主要的官员 村长 书记的话 你说 你要当地的司法部门 来帮你主持正义 所以他们没办法 只能一层一层的 往父母官 往上面 这是包公文化的 但这里面有一个 问题是这样 这越缠下去 越问题越大 但因为你说 司法界也常常讲说 这面包括的前提 就像你刚才讲 有些去上访的人 理论上讲 觉得他很没道理 就你打官司 你输了 这叫缠访 对缠访 或者说 你不满意 那个法庭的判决 但人家是按照法律判的 对 你是怀疑整个司法的公正 你是不信任 法律的权威 他觉得说 因为法律的判决 不合我意思 那就是他不公正了 那这里面有个前提 就是他根本 对法律 或者对司法 没有感觉 没有尊重 那你怎么样 才能树立 司法的尊严呢 就是你刚才讲 司法应该有一个 独立的一个性质 但中国司法 也不能独立 因为我们最高法院院长的讲得很清楚 我们司法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尊严 是很重要 但是还要照顾人民的利益 那还要三大目标是同行 所以人民就可以上诉 那问题就来了 就你 我要照顾人民利益 那我这个 我觉得你这司法判决 不合我人民利益 就像你刚才讲 人民都反对 人民也反对 人民不满意 书生的讲法是 书生的讲法是 你不能提出对他的结论提出 但是你可以指出 他程序上的问题 比方我们这里发生过的问题是 在审查的调查过程当中 有两个这个负责的人 跑出去打手机 他就说 你这个打手机 这个事情就违反了 这个调查这个程序 因此这个程序就作废 再来一次情况 人家就不一样了 他不能讲你的结论是怎么样 我们都是在讲结论的 对不对 就是不公啊 这个天理不容啊 可是问题 以中国现在审案的 这个实际情况 你要说咱从今天开始 彻底就司法 完全相信司法的 这玩意更是 这太悬了 还是秋菊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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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感谢观看